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Mina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房源呢 位于洛杉矶的安大略Ontario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分区 安大略呢 位于南北两部 北部的安大略呢 属于老城 南部呢 为安大略新区 也是俗称的Ontario Ranch 就是安大略牧场的意思 为什么称作为牧场呢 因为本身它是有很多的牛厂的 不过近年来呢 牛厂已经全部出售了 所以陆陆续续都会迁走 那入住安大略新区的第一个商家就是我身后的Casco 早在牛厂还没有全部牵手 但只有出售消息一放出的时候呢 Casco就已经入住 连带了很多的配套商圈进来 包括一些什么炸鸡店啊 星巴克呀 还有很多的甚至华人餐饮都已经入住 那去年呢 九九大华也在此商圈正式签约 不久的将来呢 也会冻土开工 相信大华入住呢 会带来更多的华人的餐饮商圈 以及华人的就业商机等等 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房呢 就位于这个商圈正对面 过个马路 紧隔一个社区便是 那这个社区呢 曾经是Dorado 在我频道呢 有它的三栋样板房 那这个社区呢 已经正式售庆了 为去年安大略最最热卖的社区之一 我们今天参观的呢 是它的原一号户型 2021年1月才交房呢 私房三位2510尺 那今年1月刚刚交房呢 准新房 感谢你的小伙伴呢 现在就跟我一起参观一下吧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参观一下 在我身后的这栋 2021年1月份进攻的准新房 四房三位2510尺 一楼呢 是有一个完整的套间的 那它的主卧呢 门口还有一个很大的loft的阁楼空间 所以说在这个价位74万的价位可以买到这样一个纯堵洞别墅 有四个房间 而且还有loft 位置又很好的 这种机会其实还是不是很多件呢 我可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但是在我身后的这栋真的是投资性价比不错 而且在我们这条街的正后方 下一条街呢 已经批了一个新建小学计划 不久的将来呢 就会开工 刚才你们已经参观过了Costco还有99大华 那我们现在去参观一下这个房子内部的硬件怎么样 看看它里面的户型和格局你喜不喜欢 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一栋独栋别墅 那一进门呢 它的地面采用的是地砖 地砖呢 都是额外的升级 当时呢 我们选择配色是选择这种浅色系的 因为这种地砖呢 无论你是出租还是自住 都是更加的经久实用 这一栋厨房呢 也整个都是浅色系的花纹 当时在上那边 户型衣呢 其实是最好卖的户型之一 那橱柜配色这种浅色的这个台面呢 整个空间看起来会更大一些 而且呢 它现在这种开放式厨房 正对着自己的餐厅 平时这边使用的心得呢 也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建商的样板房在上个月的时候 售价为84万美金已经售出 那这一栋呢 可能是目前在世的Dorado小区 最后一栋一号户型的房源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一定要尽早抓紧时间哦 那这一边呢 既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客厅 客厅采光呢 很好 而且呢 我们这一栋叫准心房 其他的优势呢 就是我们这边的院子 其实是已经完全做好的 院子搭配的是水泥配甲草 而且室内的窗帘 window treatment 我们已经都完全做成了 所以可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拎包入住 而且价钱呢 又比样板房好的不要太多哦 我们现在一起来参观一下楼下的房间 在经过悬廊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这一个凹槽处 要板房那边呢 是把这个凹槽处布置成一个矮凳 看起来呢 又温馨又可爱 那我们这边布展室呢 摆成了一个小架 所以说你可以在这边增加你额外的这个置物空间 也可以做一些酒柜的或者是鞋类的收藏在这边哦 那走到里面呢 便是一楼的房间 这一间房呢 它其实是可以有具备独立岳母房的一个户型的一个潜质的 所以说你可以在这个房间本身在侧门开窗的部分 改成一个独立的门 那这样进门的时候呢 就是一家两户 户不打扰 而且这边所提供的租金呢 也可以大大的减少你每个月的这个费用哦 来到二楼呢 一进来就是一个非常开阔的这个loft的空间 而且这个loft非常的大 有三盏窗户 采光非常明亮 在这边可谓是家人最舒适的一个住宅之区了 那现在本身这个价位的独栋别墅就少呢 带有这样一个loft空间呢 更是少之又少 这也是这个户型的精华所在 也就是为什么你们应该选择这个户型的原因之一 在我身后呢 就是这边的主卧 主卧尺寸呢 也是很大的 而且具有充足的这个窗户 增加它的采光 主卧尺这边呢 也有一个额外的空间 其实可以在这边布置成自己的一个办公区域 这边休息 这边办公不不影响 主卧的浴室呢 开墙开在侧边 这个把门呢 很让我们家具得以示意的摆放 很多中国人呢 他不喜欢开门开在中间呢 所以这个户型呢 它满足了我们中国人对这一方面的需求 洗澡的地方呢 是干湿分离的 淋浴房和浴缸全部都是标配 虽然是标配 它浅测的色系呢 看起来整体的空间都非常好 而且浴缸旁边呢 还有一层超级大的采光 你可以在这边享受你自己的泡泡浴 烛光浴哦 那主卧的洗手间呢 在这面墙的后面 另外还布置了一个很不错的 很大尺寸的衣帽间 我曾经有个客人问我要这么大的衣帽间做什么呀 那女人呢 当然要买衣服了 你可以在这边摆买你的喜爱的衣服 主卧走出来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次卧 二楼呢 有两间次卧 两间次卧共用一间卫生间 这边呢 还有一个high tech的设计 就是可以在这边用手来操纵灯光的明暗 只需一滑 或者是用手机一滑 你的全屋的灯光呢 都可以在此设置开关明亮 那洗手间呢 当然是男女双向洗手间 叫Jack and Jill 洗衣房呢 也是布置在这个角落 这个户型最好的好处呢 就是主人和子女可以完整的分开两个空间 空间使用上呢 采到最大的运用 参观过了户型一 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 安大略Dorado社区的它这几个户型 以及周边的这个租金和在这边居住的一个体验 那我们参观的户型一呢 是它的四房户型2500多尺的 是该市区最小的 我另外呢 还有一个户型二的listing 也是全新的新房2700多尺的 同样是四房三位加阁楼独栋别墅 那这两个户型呢 以目前的租房市场来看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从6月份开始 加州的 尤其是安大略尔湾周边的这个租金 已经上调了大概20%到30% 所以说我们现在户型一呢 它的租金可以达到3600到3800左右 那户型二呢 它的租金大概在3800到4000 我们上个月刚帮人租出去一个4000哦 所以说这边的租金回报率来看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看的不只是租金回报率 在房子的长远增值上 目前也是最好的入手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牛厂已经迁走 这个城市呢 目前属于在开发的最初阶段 也就是房价攀升图最陡的那个部分 所以说我们安大略去年买房的客人 今年都是小赚了不少 那今年入手的话 未来五年内 如果你可以长期持有的话 那这个增值空间都是不可顾示的 那种种的这些呢 都拉来了大量的投资人 以及自住的家 为了自己的这个资产得到很好的保护 为了这个投资可以得到这个很好的增值 那你都可以选择这边哦 那我们现在参观过了这些 聊了这些 我们去轻松一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参观过了今天这栋安大略的2021年的准心房之后 让我们来逛一逛周边的商圈 我现在呢 是位于今天2021年安大略准心房附近 大概一英里的东谷的市中心的最繁华的商圈所在 在我身后呢 是爱德华电影院 那这个商业plaza呢 本身是东谷最大最繁华的 那东谷的市政府呢 目前也是在此安居 那在这个商圈之内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银行都居居于此 还有很多超市 Target啊 Best Buy啊 还有Ultra美妆店啊 还有Carter这个小孩子衣服的店呢 还有什么Pico宠物用品店 以及这个Dix Sam's在此都有 那这里的鞋对面呢 有东谷第二大的这个商圈 就是Ruff Starbucks很多这个 近年来也寄了很多亚洲的这个食品呢 比如说越南菜啊 泰国菜啊 还有面店等等都在此就居 所以说呢 东谷未来呢 其实是一个华人新兴的一个特别大的城市 那我们今天这个安大略呢 因为临近东谷 所以它也是地处非常不错的位置 它的位置好呢 它就享受了这个临近商圈的一切福利 那另外呢 东谷将来还会开一个步行街 这个步行街呢 就类似于Rentro Cocomanga那边 维多利啊 花园一样的 是一个大型规划的步行街 那步行街盖好之后呢 它周边的房价肯定也都会带动增长 步行街的计划呢 在东谷市政府的网站可以自行查询 是已经批准了的 未来呢 就会启动这个计划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还对这栋房型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咨询一下 那如果你想知道其他更多的信息 欢迎留言评论哦 那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 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